提到去桃园,应该有不少人第一反应都是愣住,不知道有哪里可以玩吧,相信啊,Tilda桃园还是有非常多适合踏青出游的地方的,这篇就要来帮桃园平反,带大家来看桃园13个好玩好拍的景点,一定要去走走啊,Tilda,一,峰河公园,没想到竟然能在都市里看到这么美地漂游物, 过去曾为国际漂流木艺术节场地的峰河公园,至今仍保有许多艺术装置,吸引不少人朝圣拍照,而今年刚落成的50米溜滑梯也非常值得一玩,园内更有其他六座或大或小的溜滑梯,不论是亲子,好友都适合一起出游Tilda。 二,新西口道桥,以吊床式构造,将吊桥主所悬挂在两岸,悬长303公尺,是全台最长吊桥,桥面与扶手采用原木材质,融合泰雅族图腾与色系设计出护网,一眼望去,层层叠叠的图腾让人眼花缭乱,引导出一种神秘的美感。 三,七七一文艇,位于桃园车站附近,将原本桃园警局的日式宿舍重新改造,标真一变成为一个文青峰市集,木造建筑弥漫着浓浓日式风格,一旁的小池塘,花树也都美得让人不要不要的。 当然也少不了文创小店、咖啡厅等,转眼间就在这边耗掉一个下午。 四,中平路故事馆,与七七一文艇一样,是个充满韵味的日式建筑,就位于热闹的中平商圈旁,以前为公务员的宿舍。 屋内、屋外都能充分感受到过去日制时期的历史氛围。 并建为展览用的一文展演空间,也会贩卖一些文状小物,很适合来这边走走逛逛。 五,猪鼻子鱼港。 猪为鱼港,因海滩上有大量可爱的猪鼻子形状削锅块而得名。 五,大海、沙滩,可爱的销锅块。 各种超好拍的元素让这里成为浑然天成的网红晒照景点。 六,想夜景观餐厅,想赏夜景,就到这里来。 这间景观餐厅位处龙潭乳孤山。 向下眺望可以见到一大片市区景色。 而餐厅中本身也有许多装置、彩绘艺术。 非常值得一游。 七,大西花海农场。 虽说是花海农场。 但除了花花草草外,园内最细精的是一座又一座壮观的摩爱石像。 让人仿佛一秒来到复活岛,还有超可爱的摩爱石像冰棒。 面无表情的样子超疗愈。 此外,园内也有彩虹钟等其他美美的装置艺术等你来拍贴的。 八,小小冰彩绘村,位于大西人河路上的这条小巷。 贵满了超多可爱的小小冰。 画风鲜艳的黄色冰团门地生动又可爱。 更混入许多混搭了其他作品的小小冰。 非常逗序。 九,白千层林道,又正为白千层绿色隧道。 由道路两行指满了白千层树尔德明。 充分感受并享受微风的吹拂。 萨布林道中,在绿意的环绕下拍照。 无比切意显示,十卢竹带腹地一座静谧的安徽古宅。 聚集是明末经初始的知府在用的。 已有三零零年历史。 重建后变成咖啡馆。 穿过铁皮屋后,也有洞贴的古宅就呈现在眼前。 仿佛穿越时空回到古代一样。 古艺十分浓厚的宅底。 十一,法谷山丹明寺,这座寺庙不但有超过150年的历史。 十,还是国家三级古迹。 运用清水磨剑城的朴实风格。 环境经幽而让人不禁感到放松,阳光洒落。 在长廊上勾勒出一道道注影。 无论气氛与美感都简直像一座美术馆。 十二,大鹰鹿九月雪,一到九月。 位于奔子寮大鹰鹿的韭菜田就会开满整片的韭菜花。 赤身一片白茫茫的花海宛如在雪中漫步, 一旁色彩鲜艳的冥房与白色花海互相衬托。 共同构筑出一幅和谐的美景。 十三,华泰名品城,走访过名圣,古迹自然景观。 哇,当然要来逛个街拉Tilder说起桃园的Outlet。 那就是华泰名品城。 大广场上还会布置许多可爱的艺术装置。 粉色的自由女神像超适合晒照Tilder。 看了这么多景点。 谁还敢说桃园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呢? 下次可别只是为了坐飞机才路过桃园了。 好好的到桃园走走看看,体验这个城市的美吧。